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昏水百夜 国人见一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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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睁开眼睛 小心烦烦 那偶然沉远无人 因妹妹所欲忍然 人家尽我心 开口叫吧 高声叫吧 这里是全国机兵 历来强盗摇青路 最终的宋明 万里长城永不当 千里黄河水逃逃 江山秀里 铁彩虹里 蒙破国家那香燃鸣 风传旋路 挥手伤马 要支离国家中心 既然过渡再高见他 可可不及使命 万里长城永不当 万里长城永不当 千里黄河水逃逃 江山秀里 铁海光陵 千里黄河水逃逃逃逃逃逃逃 千里国家中心 既然过渡再高见他 哥哥不欺失明 重看血路 挥手伤疤 要是你国家中心 岂让国度再遭践踏 这水世界已是 我虽然瞧不起武功 不过霍炎甲是真的厉害 我看了 哄口道场那些人练武 你要是继续练什么空手道柔道 恐怕一辈子也打不赢他 我明白了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我现在就准备学习中华武术了 来 干杯 你做什么呢 我在做一把手枪 你可真是鬼才啊 既能制造炸药 又能做手枪 人各有志嘛 我就是不喜欢学习武功 你做手枪 你做手枪干什么呀 不知道 也许用来保卫自己 也许用来杀敌 也许 用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你是为了报仇 辜负了一个很好的女孩子 我是真心诚意地喜欢一个女孩子 可是他不珍惜 他是 他就是我的义妹 静秋 静秋 我甚至可以为他而死 可是 可是他却从来不珍惜这份感情 他心中只有革命 我们货原贾 货原贾 货原贾 哼 很可笑是 他家里已经有了远配 偏偏有个启元格格 还有静秋 像飞蛾扑火似的跟着他 所以 你手枪做完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对付货原贾 是不是 我告诉你 你绝对不准动他的一根汗毛 为什么 因为 货原贾是我的 谁也不准碰他 谁也不准 我还要举心呢 再来 再来 我的西洋剑 你要干什么 想学中华武术 就要丢掉这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 西洋剑可是历史悠久的一门武艺 还被列入奥林匹克比赛项目呢 我可不懂什么奥林匹克 虽然我不反对荣惠贯通 但在霍家武馆就只能学中华武术 你肯教我武功了 太好了 那我们先学什么 是少林拳还是霍家拳 还是什么刀法剑法 行什么铁柱 还要占多长时间 自己看 还有半炷香 扎马 就要挺直腰 这样才能上下一掷 气定神险 你个磁铁柱 这可是咱袁甲师父说的 扎马要是扎不好 就别想让他教你武功 他要是不教你武功呢 你就不能在霍家待下去 你要不在霍家待下去呢 你就别想当他的 红颜之急 我要跟袁甲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 圣圣事事在一起 农少爷 你回来了 是啊 袁甲凶赛马 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他 他跟农姑娘出去了 哥哥怎么在这练功 袁甲说他为徒了 是啊 不过是最差的一个 但也是最死心塌地 很有耐力 最有前途的一个 有照漏了 我已经联系好了上海的制药商 我爸爸的药厂 也会提供成药给我们 第一批药已经在路上了 不久就可以运到 真是太好了 想不到 一切会进行得那么顺利 假如那批药一到 我们就开张 不过这趟回上海 也感触良心 八国联系入侵以后 朝廷又签下了 不少丧权辱国的条约 上海被割成了七八块族舰 交给外国人管理 洋人在中国的领地 耀武扬威 简直就是锅齿 中国人的地方 交给外国人管 这是什么道理 强权就是真理 现在我们打不过人家 看来消防谭思通 走违心的道路是行不通了 中国人要自强 中国人要活得有尊严 就必须学习孙竖山先生 搞革命 彻底推翻朝廷的统治 只有革命 才能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看 等霍家的药斩上了轨道 我就回上海 和孙竖山先生革命势力河流 请求你呢 跟我走吗 我 我再看看吧 好 谢谢 谢谢 请进 好 请 各位父老乡亲 我父亲生前是开武馆的 以经营药战的生意 我很高兴 能够继承他老人家的遗志 继续为大家就医看病 我刚从京城回来 经历了一场风起云涌的巨变 看着六君子被砍头 慷慨就义 八国联军侵入京城 少杀抢劫 无恶不作 我心里不禁在问 为什么 我们这么软弱 被人欺负 因为我们落后 因为我们窝里斗 自己人打自己人 因为朝廷腐败 你想想当年 我父亲经过着东亚武士 在天津耀武扬威 就上了一台挑战 打败了东亚武士 虽然 他也深受内伤之苦 但他平的 就是一种民族器杰 所以 我们应该崛起 叫人人强身健体 人人自强 外国人 就不敢欺负我们 就不会嘲笑我们为 东亚兵父 气脉虚弱 看来是 劳累所致啊 以后 要多注意休息 老伯啊 这药只能医病 可不能医心啊 你记得这几句话 久世伤精 久过伤器 久做伤脉 报复伤肝 果杯啊 会伤费的 谢谢你啊 火师父 你爹是个了不起的人 专达日本武士 平时还记事旧人 你总算也进成了副业 哪里 我只希望 能为乡亲们 多做一些事 我 我 毛可 原家 我不行了 我要不 我该 明知自己干不来 还自造麻烦 铁柱 他干不来 你来坐 我 快去 我 你 原家 静秋 你还没休息啊 我从日本 带了一些医学书回来 这次我哥呀 帮我带来两本 看看对你有没有用啊 日本的 你看 里边有结构图 你看 这是人体结构图 太好了 日本的医学啊 比我们想象当中 发达多了 不过 我 我看不懂啊 我可以教你啊 来 你看 这是血管 哦 血管 嗯 还长得 这个 血管 错了 这个 哦 对 是这样啊 哎 这 是你的书 我还在上面 涂鸦 真不好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啊 你要是觉得有用啊 这医书 就送给你了 送给我 嗯 哦 那真是 太谢谢了 别客气 哎 你看 这个 这个是什么呀 这块是肌肉组织 哦 肌肉组织 是啊 先吃 好 这边 嗯 哎呻 哎 哎呦 哎呦 哎哟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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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师父 对徒弟可真好啊 没什么事 你自己揉揉就行了 元桥 你等一下 我有东西要送给你 你跟我来 是 到底什么东西啊 来 坐下 这个啊 送给你 这什么呀 英语词典啊 我要探什么用啊 学英语啊 你要学医学 最先进的医学 在西方不在东方 你要搞革命啊 什么Science Debcrisse 全是西方的 那你说 英文是不是比日文管用 你看 随着外国人的增多呀 也带了一些新鲜的东西 什么洋药 洋伞 洋枪 洋炮 洋货 洋行 全都涌进来了 我们要自强 能抗救这些新鲜事物吗 可是 我对这些 什么ABCD啊 什么Sing啊 什么D 什么D 这些新鲜事物 我一窍不通啊 我来教你 一学就通的 也好 学无止境嘛 这样你们一个教我日文 一个教我英文 不过你放心 我也会做好你的老师 把全数教好 只要你肯用心教 我一定会好好学的 晚上学日语 白天学英文 白天当老师 晚上谈爱情 真是厌浮不浅 铁柱 你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 出来 少爷 什么事啊 我 我是来练拳的 我是想让你看看 那招盘花肘练得怎么样了 好啊 练练我看看 看 这只是为什么 叫你扎马的原因了 哎呦 扎马扎的身 老树能盘成根 哎呦 哎呦 少爷 我疼啊 我 哎呦 这是干什么呢 俄国大力士 再摆雷台 如果是能打赢他 就可以得到十块钱大洋 至今 还没有人能打得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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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嚣张了你 太嚣张了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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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ds 哈哈 unta 你 一定之有 得到 真是 阿 大师兄 你们中国人都是东亚并赋 谁说我们是东亚并赋 把他打这个大废 来吧 小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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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东亚并赋 各位乡亲父老大家睁亮眼睛看看你们要使货 这是西药 爹因此催我回去帮他重振药厂的生意 不如我们一起回上海吧 可是我们能怎么样 难道真的认凭俄国大力士在天津市场上耀武扬威吗 叶风 刚才你说陈真还有许多人都不是那个俄国大力士的对手 难道中国人真的不行吗 难道中国人真的不行吗 我身手 我身手比他敏捷 我的武功比他好 可是 为什么就赢不了他呢 难道受到策略失误了吗 你要干什么 你怎么办 你们打生打死 也赢不了大力士 我只要一点炸药 就能把它炸得稀巴烂 你想用炸药 你想干什么 叶风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你马上把火药拿走 为什么不可以 叶风 你就是这么鲁莽不计后果 你想过吗 炸药一爆炸 会伤及多少无辜啊 就算你把俄国大力士炸死 难道西药就不进来了吗 我这样做 还不是为了你 为了我 你不是要做轰轰烈烈的事吗 你要救大刀王武 我冒着生命危险毫不犹豫地去了 你要结军火 我也冒着生命危险去了 从不问为什么 从不皱一下眉头 但是 我并没有让你拿炸药去炸人呢 总之 我为你做的都是错的 火炎甲为你做的都是对的 我为你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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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小心点 原甲 俄国大力失败擂台的事情 你听说了吗 听铁柱说了 我想 这是外国人耍的花招 可是 他已经打败了不少天津武术界的人 看来 你应该出面 措措他的锐气了 打擂台 好啊 原甲 令尊不是曾经在天津 打败日本空手道高手 名震中外吗 那时我在法国都看到过新闻呢 打擂台必有伤亡 我爹虽然那次打赢了 但身受伤痛之苦 要不是那场决斗 他老人家 也不会那么快去世 没字啊 你们中国人 真是不堪一击 来啊 来 免费送你一包硝烟止痛西药膏 保证你这伤很快就痊愈 追你的 还有没有谁敢挑战的 只要谁能打败大力士 马上就可以得到十块打烊 啊不 现在 加到五十块打烊 五十块 王八蛋 太嚣张了 你已经打输了一次了 还要再上学了 你打不过他呢 还有没有人 敢上来挑战呢 来 你来 来啊 你是谁 包上明来 我就是 东阳病毒 后原甲 请指教 哎 后原甲 后原甲来了 李老甲 还有又被打烊 给你是谁 要让你打烊 这小子 要没有人 你我才懂得打烊 这点 他要给他打烊 就要给他打烊 他要给他打烊 太好了 住手 住手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准逼我 知仙大人有令 停着逼我 为什么 打泪 不是知仙大人批准的吗 为什么 谁都可以上台挑战 就是你换员甲不行 因为知仙大人要见你 我又没犯法 废话吵架 跟我走 凭什么要抓员甲 真是岂有此理啊 你不要去啊 为什么 难道就眼看着 俄国大力士 在上面耀武扬威 别人都打不过他 难道就不让员甲打败他吗 你看 这四周全是清兵 你要一出去 格格的身份不就暴露了吗 对啊 你别忘了 你被身上万元大阳呢 再说 你就算出去了 一是拜拜送死 救不了员甲的 那 那怎么办呢 报告梁大人 霍元甲已带到 梁大人 不必多礼 请坐 我与令尊是至交 前些年 令尊在天津 打过擂台 打败东阳武师 打敲荣正 我还在现场目睹了呢 那场决斗 真乃精彩绝伦 可谓大快人心啊 既然如此 大人为何要阻止我去打擂台呢 难道就任由外国人在擂台上耀武扬威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非但不会阻止你和俄国打历史比武 我还希望你能够打赢他 为我们民族 争光啊 不过 比武要押后 定在后天 到时候 我还要亲自主持这场比赛 大人 比武为何要押后呢 因为京城有贵人道 他坚持要见你 在见到你之前 不允许有任何的损伤啊 京城 谁要见我呀 是我 托总管 容亲王府的总管 我与大大王武交过手 你与你有一面之缘 你见到我也应该知道我的来意了 说 你把启云格格藏在哪儿了 原来 你是为了格格而来 哼 你可不要跟我耍花样 我也是习武之人 敬重你是一代武术宗师霍家的后代 这才以礼相待 哼 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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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原家 你没事吧 少爷 你回来就好 原家 知仙大人把你叫去 究竟是为了什么 是不是不让你跟俄国人比武啊 我被带走 不是因为打类的事 而是因为格格 因为我 容王府的总管就在衙门 他向我追问格格的下落 我告诉他 格格跟我在一起 你 你出卖我 你真是要 找你的是容器王 你早晚都要回去 我有必要隐瞒吗 你是没有必要隐瞒 你一直把我当作大麻烦 当作累赘 你 你一直不想跟我在一起 你一直想撇开我是吗 格格 你先冷静一下 我会亲自弃劲脱衫 跟他说清楚 我是不会回去的 我自己的事情 我会自己解决的 我陪你去吧 不用你陪 既然你那么讨厌我 那么不想见我 锦随后野风会陪我去的 他们也是男人 他们也可以保护我 格格 霍元家 你放心 就算我不回容卿王府 我也再不回来纠缠你 天下之大 海过天空 自在逍遥 我还愁没地方去吗 我们走 一个马疯我走喽 娘大人说的有理 大人 格格来了 拜见格格千岁千千岁 脱禅 听说你是来抓我回去的 不敢 京城的局势已经平静了 王爷也从热河回到了北京 他很想念您 要我无论如何找到您 把您带回去 是带我回去 还是抓我回去 王爷悬赏万元 说找到格格 不论用绑 用压 用抓 都得把您带回去 爹真的把我当成犯人了吗 王爷也是为了格格的安危着想啊 如果 我不想回去呢 王爷的命令 小子不敢违抗 格格还是不要为难小子 笑话 我身为格格 大清国土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你难道还阻拦得了我吗 格格如果再固执己见 休怪我不客气了 锦遂 我们走 看可是你的拳头快 还是我的子弹快 鞋吃格格 可是死罪呀 他们是我的保镖 理应保护我 何罪之用 你回去告诉我爹 就说 我现在还不想回去 等我想回去的时候 你再来接我吧 好 锦遂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恐怕你又得朵朵苍苍的过日子了 哥哥 什么事啊 这是我在法院寺给你拍的照片 一直没有时间冲洗 这回回上海我把它洗出来 送给你 原来我拍照片这么好看呢 其实你本人 更漂亮 更好看 谢谢你啊 我会好好珍藏的 坦白地说我很喜欢摄影 尤其是拍人物照 希望这不是唯一的一张 也希望以后我还有机会替你拍照 会的 我们是好朋友吗 看来你的行踪遗漏 我们不能在天津酒呆了 不如 你跟我回上海吧 回上海 对啊 我老家在上海 我们可以躲在法租界里 外国人管的地方 朝廷不容易找到的 我虽然不会武功 但是我可以天天陪在你身边 保护你 锦孙 你的心意 我明白 但是 我心里面 只有袁甲一个人 虽然 他放弃了我 嫌我是个累赘 尽管 我心里怪他 可是 我还是不能自拔地喜欢他 我一定要不怕艰难 跟他跟他在一起 同甘苦 共患难 我明白 祝福你们 今天 我怕你 你 我 也不怕 你 我 我 这次我就用作对了 还是做错了 我觉得你没有错 大丈夫做事应该光明磊落 你没有必要隐瞒格格的下落 可是 你看格格的反应那么强烈 他们是在耍小姐脾气 不奇怪啊 你看在京城的时候 他就连累了你那么多 现在到了天津 他又给你添了那么多的麻烦 可是 他也帮了我不少忙啊 就像这要战 如果不是他的资助 怎么可以顺理开张呢 可是 他毕竟是格格的身份 又是黄金贵族 和我们是南辕北辙 两个世界的人 等他闹够了 玩够了 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的 圆甲 明天只要上擂台了 你还是为这一战 好好做准备吧 我知道 回元甲 陈珍 找我有事 你们谈 元甲 明天就要上擂台 跟俄国大力士决斗嘛 等一等 珍珍 你究竟想干什么 我正在和你用 德国大力士的舔法跟你打 可能 你还不知道 我曾经常常过他 可是不到三个回合 他就把我摔下了擂台 真的那么厉害 他练的武功 有些像蒙古的摔跤 还夹到了一些东洋的武术 还有其他门派的武功 你们千万别小看了他 他的身材虽然高大 可是他的身手 却非常的敏捷 你为什么要提醒我 我们俩虽然是敌人 可是 为了打败俄国人 我也希望你能胜利 一定要为我们中国人争光 珍珍 谢谢 哥 喝茶 哥 就算格格不辞而比 你也没必要愁眉苦脸的呀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突然走了 现在离开天津 一旦被清兵发现 肯定会被抓起来 那也好 也好 从那来的就回那去 贵为满清的格格 滚滚红尘 烟火人街 岂是他的归宿 做不到自己想做的事 得不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 就算是荣华富贵 活的也不开心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少爷 少爷 太好了 好 少爷 你这招打太好了 对 一定要把恶功劳打得落荒而逃 马蜂窝又来喽 你 没跟那个脱膳走啊 我舍不得离开你啊 少爷 我先去睡了啊 人家说女人心似海参 一点没错 你没事就好 但是那个 王府的总管脱膳 他肯放你走吗 他管得了我吗 我爹都管不了我 何况一个小小的总管 我跟他说 大清国土那么辽阔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远家 你会不会再赶我走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赶紧走啊 只是破云无奈 如果我真不理你的话 在火车上 我就不会冒着生命危险 去救你的妈 有你这句话 我就 勉强原谅你吧 原谅我 不是吗 你胆敢把我出卖给脱膳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奖礼不奖礼啊 奖礼的 就不是女人了 你刚才学的是什么拳 那么精彩 那个 是我自创的迷宗拳 只练到一半 还没练完呢 远家 我真的希望 你能打败俄国大理事 有你的支持 我一定会打赢的 你能打败俄国大理事 喜欢我的心灵 送走酒 让美酒 喜近千世 何堂 心中情 心中情 意诫 爱与此 仍消深 生 送走酒 专专 让美酒 喜经前世 梳海 家乡是何滴 我难知 顺一曲 春心自如 人交走 此去遂与 难犯罪行 万事就容易 此众胜负 只有天知 披上头发独自行 真是为我死 昨天 种种暮暮 难忘 再有事 酒余桃 永久别离 抹去像那飞河时 男方 最近 万事就容易 此众生福只有天智 披散头发独自信 得思为我死 昨天种种梦难忘 再有时就与他永久别离 莫去想那非何时 莫记起从前